大家好,我是Ted 今天来的带来的是ROTK战队巡会赛场比赛 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的是 WE对战MYM的一位比赛 然后在之前的一个跟刮神三场大战 憨战也是非常的淋漓啊,是吧 打的也是非常的激动和精彩的 然后这一把呢,对方剩两个UD 还有一个复活命盒的时候 选择用Susiria,然后跟我打一场 打这一场UD内战 其实呢,我觉得Susiria 他作为一个MYM的一个老队长 再加上韩国UD里面 他是真的是属于名气 小于实力的 因为他的一个硬实力是特别特别过关的 但他的一个 那个名气呢,是没有Sweet Fore,那个Lucifer 或者Rain的那种 那个名气那么大嘛,他是一个非常低调 反正在我们圈内呢 还有很多的一个外号 比如说老队长,然后还有就是什么 我是叫的那个骨头人啊 因为他实在是太瘦了 一米快一米八的一个身高 他的体重绝对一百斤不到 是相当的瘦的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百度收下他的一个ID 然后上一把呢,我们是战胜了瓜比以后的话 MYM派出Susiria跟我打 然后我给King说 打UD内战 特别是打Susiria 我要打一个BO3是吧 瓜比跟我打了一个BO3,他求稳 个也要打一个BO3求稳 其实当时我真的是自信性爆表了 你想,赢了 瓜比以后 你会说作为一个职业选手吧 在线下比赛能赢这种大赛 特别是代表团队去打这种比赛的话 赢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所以打Susiria的话 我也是死活 你啥都没想 就直接说给King说打B3吧 哥要稳一点是吧 上一把他把我给欺负欺负了的 这一把我得还回来 然后King说行,你的UD内战 我们还是非常放心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在团队里面呢 特别是当年打W3L也好 打团体赛也好 不管怎样的 我们的一个领队 像Hotelips跟King 他就给我一个任务 你就负责上去抓UD 因为世界上的很多队伍的话 都有UD的一个选手 然后我的一个内战胜率又是非常的高 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嘛 TED只要碰上内战 十有八九都是能赢的 然后这里的话也是属于一个 打到自己的一个强项 那个Straight这边是用一个狗流的开局 其实在08年07年那个年代的话 韩国UD基本上还是用了一个 力气带狗的一个打法的 其实作为我的一个选手来说的话 当年我用蜘蛛流打狗流的一个 时代也是非常的 就刚了一波正面吧 毕竟当年的一个主流战术全是一个狗 然后我这个就特别不信邪 你们知道吧 因为所有人都说不会用狗的UD 不是好游地 然后我是偏偏要走一个反面 我非要敢声明一下 我不是不会用狗 我只是觉得蜘蛛比狗更加的厉害的 其实打到后期的时候 我的一个狗流的一个水平呢 肯定跟蜘蛛流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大家觉得我玩蜘蛛玩的更加溜一些 这就是属于一个先入为主嘛 就比如说很多人就说00的一个MK跟其他一个人 那个MK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因为00在出道的时候 他用MK用的次数是真的真的太多了 但现在你们可以看一下 00基本上打所有的一个组都是大法师手扒的 这是为什么就大家会觉得嘛 MK最强的应该是他 但实际上呢00的MK跟他的一个大法师都是相当的强的 就像哥的一个蜘蛛流跟一个狗流 其实都差不多了 不要说泰德不会狗 其实泰德的一个帐傲摇起人来 呵呵那还是吃肉不啃骨头的 是相当的厉害的 现在的话 其实作为一个科技制作流 打狗流的一个核心要点的话 我这里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家里你可以塔外放 最关键的是冰红塔一人一根 这是最稳当的一个开局的 其实为什么我要那么打呢 因为我当时自行性很高 而且说UD内战里面 我是那么想的 只要我不失误 有任何一个UD跟我打 他的一个胜算肯定都是在两成以内的 所以说我只需要照顾好自己家里 不被对方一个骚扰的话 我也是一点都不亏的 这里的话 我是直接过去抢了一个一级的一个乌龟 不过这边力气还是那个二级了 因为他的前面 是击杀掉了我一个骷髅 所以说是多吃了一点等级的 这里的话作为一个科技制作流 你前期能做的事情就是跟着对方 其实狗流的话 他前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什么 他是没办法跟你近距离打你这个蜘蛛的 蜘蛛前期的一个移动速度 是跟一个狗的流的一个速度是一样的 而且有段时间吧 我打DK手法带狗流的 特别当年不是有段时间 韩国UD打我 特别喜欢用DK手法 然后一级DK生一个光环 狗不是跑的比蜘蛛快吗 然后当时大家的一个思路就是DK一来生C的 然后是肯定是生C的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这狗跑的比蜘蛛快 他有很大一个几率可以强行围杀的 只要这个狗围杀到了蜘蛛的话 你管理蜘蛛有几发生 横梳的这个狗跪下了 然后当时的话我就打DK带狗 是直接DK出来生光环的 所以说当时你们也是见过那种的 就TED用DK打蜘蛛打内战 还是用过光环手法 那个光环当一技能的 这边的话 蜘蛛蜘蛛是被我跟的比较紧的 你们看到 力气手法 只要前期他没办法去偷雷到一个山 没办法去袭击一个农民的话 我就是非常非常赚了 不过在这的话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蜘蛛蜘蛛蜘 丢了四个狗在这儿 因为他随时随地要买一个传送过来了 这里一个传送是传送到四个狗 我正面的话蜘蛛蜘蛛蜘蛛的一个思路 还是非常明确 就是杀农民 不过这里哥一白一红 他的一个防御攻势做的是比较好的 正面蜘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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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溜进来一个诺一砸 正面的一个农民的话 直接牺牲掉了 不过这一波的话 正面来说 我可以跟他一个部队来打 侧面来说的话 我家里有两个塔 配合上个狗的话 我的一个输出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正面蜘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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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蛛蜘蛛�蛛蜘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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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比较晚的 因为作为科医制作流 跟常规制作流最大的区别就是 常规制作流很容易在 升基地的时候 死很多的冬民 而我这一波的话 是看到利息在这的话 它是肯定要回城的 在那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我死了两个冬民 它是死了四条狗加一个回城 你们都知道 四条狗的话是480的一个钱 回城呢是350 它实际上是损了800多的一个钱 而我就损了150 所以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的话 不管是我怎么死冬民 我都是赚的 所以说在第一波 死冬民死多了以后 它就等于说失去了 在野外跟我争野怪的一个资格 我这边五个蜘蛛配合一个 满血的一个DK 你敢跟我跳啊 这边力气的话是飞蛾蛾的红了 也是直接买出了个血皮 其实它这么烧着我 它也是一个双刃剑的 其实当年为什么 我一直觉得狗流这个暗数 很大一个问题就是 一旦蜘蛛流 它掌握到了一个反烧的能力 和一个跟踪能力的话 狗流这边是非常非常被动的 你看 现在的话 一个力气在外面各种游荡 它是完全没办法了 又吃血皮 就等于说又浪费了150块钱 而我正面的话 可以想练极 可以想打它 一个DK走过去 当剑身来用 它也是一点脾气都没了 这边的话 力气得不停的去 自己拿视野弹章 它拿视野的时候 它的一个血量 也会不停的在低的 现在的话是过来 它一个诺瓦是抢那个怪 一个诺瓦抢三级怪的话 我也不亏了 准备练完一个等级以后 我可以顺势再把它 就它家里周边的一个点 全部给练完 毕竟现在力气来说 它的一个血量是非常地低的 我们从战术 战术的一个分析来分析下吧 其实打狗流 前期狗流的一个核心思路 就是力气偷三级 偷到三级 它中期依靠一个二级弄 加一个一级的一个DK的一个C 它能来一个抢怪 或者是来一个骚扰 都非常的好的 但是呢 一旦它力气升不到三级 它前期又偷不到农民 它就是非常非常伤了 这么一个力气 一个传送 传送我屁股后面 这么一个阴影还是跟着的 不过我们作为一个侦诞人 无所谓的 你要违心 我就拿给你违心 其实我是知道 作为狗流方的话 它是很早就会造一个阴影的 不过一旦你外面 也外里的一个部队 强势于它的话 它是一点脾气都没的 它只能说 它跟着你 但是它对你来说 毫无办法的 像现在我是知道 它是在跟着我的一个阴影 在我身边的 我也是无所谓 当着你面链 哥的一个DK 到达一个三级了 反正我的一个C 比你诺阿的一个输出高 你是一点脾气都没的 现在是直接抢完一个怪以后 我可以扯起 菊花热赶紧走了 这边 它的一个DK传送怪的时候 我是看到 中间有一个阴影了 毕竟它的一个传送点 我们都懂的 这里又是一发 谁抢掉了一个四级龟 你告诉我 用狗流 前期它能打得很主动吗 其实一旦 你掌握了 刚才泰德说那两个技巧 你会觉得狗流 打起来就是一线精彩掌握 我家里的一个新生生院 也是造好了 毕竟 根嘛 不能让人家伪心一辈子 我们有的时候 也要化被动为主动 现在的话 输出院三本是已经升级完毕 准备开始买一个福尸球 然后去练一个等级了 其实作为狗流的话 你要战胜狗流 一定要了解一个狗流 其实当年我的一个狗流呢 用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年我打BN也好 打比赛也好 哥的一个狗流 也是征服过Full的好吧 这里不是一个自恋了 这里真的是有这事情发生过的 因为当年嘛 有段时间 你们也知道 06年 06年还是07年 当时打了一个PPS中韩对方赛 我被Svite不是3比0了吗 然后当时我就痛定是痛 我想这UD内战 我不可能打不过 韩国选手的 毕竟我们作为中国的一个UD 我要让世界知道 那个作为一个UD选手 一定要是一个中国UD 战到最后的 然后当时我就很能练一个UD战战 这里的话 苏西亚直接三本一波狗流是直接抓怪了 他这一波狗流是其实最强势的一波的 只要这一波我能稳得住 我也是完全不慌他的 现在我的一个力气带球也是怪了 只要我身上有个跑远轴的 跑远轴一猴来 哥虽然说只有五个之处 但是他的一个攻击力已经到达了一个八个之处那么多 现在的话我也是部队完全不拉扯了 就是AD版 就是一个一个起射 实际上东方就说嘛 这个狗流三本这一波最强势的一波怎么打 看泰的怎么打 不拉不躲 就依靠一个跑远轴轴 直接跟他AD版 我们真担任完全不拉的 现在这边 实际上的所有的狗都是死光了以后的话 你跟我打 你虽然说有两个车子 哥有两个英雄加两个蜘蛛 我们根本不慌你的 现在的话第一波是硬操作 我是拼过了对面以后的话 我知道这场比赛 我只需要压住他的一个练击点 然后再自己扩大一个优势 对面就是毫无办法了 其实当年打狗我是很喜欢用 冰龙这个单位的 因为冰龙的话 他在后期也好 中期也好 他都是很强的一个牵制能力的 现在的话 对面又是过来开始烧到我 这个DK走错路了呀 哥呀 轻一点啊 你这个诺拉一打 刚才我都一个半血以上的DK 直接变成半血以下了 其实优地内战 你就是跟其他组 很好玩的地方就啥 优地内战特别容易秒英雄 一个不小心这个英雄就升天了 现在的话 我们开始双方的抢着一个拿帽子 现在比手术的时候到了 我又是抢了这一个 眼睛又是抢了这双血 其实更多的是因为 内发声音是我来发的 我知道什么时候该点 而苏说压是一个被动的 他其实点那么多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点到一个野怪上的 这里一个阴影 终于是被我的一个眼镜给照出来了 场外一个情况的话 这里打了一本黄叔 作为震诞人的话 打比赛不吃黄叔 你简直就是败人品是吧 这里黄叔看了以后的话 也是快升了一个三级了 现在苏说压当时的话 开始双BC还是走着一个 韩国UD内战的一个老的一个风格吧 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 当时打这场比赛之前 我们也是跟韩国好多UD内战选手 打过特别特别的一个比赛了 所以说基本上韩国的一个套路 都是知道的 所以说你说打个战略游戏 你都要干嘛了 我都知道了 你说这个游戏干什么玩 你玩不下去了好吗 像我家里的话 也是在出第一个冰龙 其实作为UD来说的话 卡50人口这是必须要修炼的一个功课的 而且卡50人口是非常讲究的 你不管是蜘蛛内战拼也好 或者你打狗流 出冰龙的一个套路也好 卡50人口都是有一定一个讲究 你看我这一把的话 就打算用一个6蜘蛛配冰龙 刚好卡50人口 然后呢 升起一个攻防 只要我的钱足够再造一条冰龙 跟一条蜘蛛到达6蜘蛛的时候 我就开始选择一波暴兵 其实呢 用蜘蛛打天地鬼的话 特别打到后期的时候 天地鬼数量上去以后 你那个蜘蛛加冰龙 你肯定是打不过人家的 其实 打狗流 最好的一个进攻时期呢 就是一个6蜘蛛左右的 因为这个时候天地鬼 它的一个数量并不多 而且你这个冰龙是最难死的时候 你真的想象一下后期啊 天地鬼这边 作为后期一个冰龙来使用的话 他有16个天鬼 你这边有两个冰龙 你这个蜘蛛不可能造十几个吧 不可能的 这是 所以说一打大战 对面有群补 天鬼直接一窝蜂上来 直接把你给咬死了 你就很难打了 然后作为50到60时候的话 你看现在我这边有6个蜘蛛 它的一个天鬼就只有4个 我们往下了以后 想怎么拉扯 他都是打不过我们正面的 所以说这也是有讲究的 现在冰龙出来以后的话 我开始压对方的一个等级了 中间其实4个大乌龟 这4个乌龟全是我拿到的 所以我的一个等级 已经甩对方很多很多了 这边作为一个高等级的英雄的话 我这边是一个4-3 然后迪克也是马生的一个5级了 买好虚无价无敌以后 这一波其实想压过去 你说有的时候 缘分就是那么的巧 你走你的右边 我走我的左边 不过你的车子是出卖的 你是吧 这一波车子是直接被我打掉了以后 我要沉沉追击了 看到对面是在下面的话 赶紧的 这一波肯定不能放他走 其实这一波只要对方走 我也不追的 我要把这个黑胖子给收掉 其实有的时候 打魔兽就是要一路 边追着人家打 边把人家当怪物练 他如果不来 你就把周边的怪物全练了 他就很难打了 现在的话 苏绿亚是很想练击 但这个地图上的一个大点 都是被我练的差不多了 他还是只能随便的 往这些疯狂的这边跑 其实说这个经验的话 肯定这个黑胖子的经验 是相当的多的 这里练完这个点以后 我说DK是升到一个5级了 三级是在手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冰龙怎么可能去死 像苏绿亚也是只能偷偷这些小点 但是我呢 已经不能忍了 要开始一波进攻了 这是我之前说的 只要你的钱足够 到6升口的话 直接两条冰龙 配合七八条蜘蛛 这是你的一个 最强势的一个时间段的 现在的话 直接开始进攻了 这一波冰塔的话 只要能打爆一个空力塔 从一个UD角度来说的话 他会卡一个人口 只要他卡了人口 大家可以吃一顾的掰了 因为卡人口以后 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你的部队在惨 他的部队是没办法加了 现在的话 这个天鬼也是走路不小心的 一被往下来以后 作为蜘蛛方 就是需要拉扯一个阵型了 对面一个诺亚 诺亚到我的一个身上 三级是一家 这一发响 简直吃得太爽了 这里是拆掉一个通地囊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淑翠亚一个人口 已经变成富的了 他现在就真的是属于有钱 没办法用了 而我这边的蜘蛛 他就是一个推荐的一个阵容的 其实用天地鬼的话 他还有最大一个烈士 就是不能进攻 现在的话 天地鬼也是直接是 过来开始往我家里扑了 这里第一波往下来 所有的一个天鬼以后 我们开始拉扯 逃了卷走又一吼 你可以看到 冰龙的一个攻击的话 攻击力实在是爆表 喷狗只需要两下 根本不用太多一个解释的 这边天鬼终于是 第一波网躲过了以后 但是你第一波 第一波网躲过了 第二波网怎么办 因为你第二波网的时候 你是没有任何一条狗了 地面上的一个部队全是我的 而这个天鬼的话 想咬死我这个 带冰甲的一个冰龙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这边第一波网躲 直接一个冰龙一喷 还有倒地身亡 然后打出了一个机器 接着一把的话 真的作为UD来说 我个人发明了这一套 就是蜘蛛流打狗的一个战术 也是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一个 洗礼吧 然后现在也是总结了一个教训 就大家都知道 现在UD内战里面 蜘蛛肯定是一个主流的 因为狗流 毕竟是一个过去时 不要说当年的那些韩国UD 用狗用的出神入化的 因为当年的确是战术 大家都没固定的 没有一个最好的战术 都是属于一个战术的一个革新期 然后我呢 是发明了一个黑石头流打内战 因为我当时练了很多很多的一个狗流 然后我也是知道狗流 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弊端的 然后不管是像刚才打决战的时候 你天鬼数量 虽然说有8个到10个 但第一波这是往下了以后 我往后面拉扯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冰龙根本就死不了了 第一波我们的目的是杀你的狗 第二波 然后把你往下了以后 天鬼逐个点杀掉 你肯定是一点脾气都没得 只要前期把握住了 不让力气偷杀 不被对方给偷农民 经济不崩盘 就很好打了 然后这一把呢 苏翠尔当时打完了以后 去瞄了他一眼 其实作为一个比较年纪小的选手的话 我们小动作还比较多的是吧 打完了以后 小愚公去瞄了一眼 苏翠尔当时也是摇了摇头 然后再跟那个鲁西尔商量 怎么打我 其实内战嘛是吧 作为一个优积进展 新战术出来的时候 他总要那么得色的 就像当年Sky发明的 那个Sky流也好 或者是那个打暗夜的 那个阿尔伯仁塔也好 出来的时候可谓是天下无敌 但一旦战术被人家给理解透了 摸透了 然后破了以后的话 又会陷入一个 很长时间的一个挖掘 新战术的一个套路 所以说魔术这款游戏 就是不停的变化 不停的完善 然后不停的提高 这当年的话 第一把是拿下 拿下了输水尔雅以后 我们还有第二把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一把 是作为一个主动方 我们要打BO3了 我们求稳 是吧 BO1的话 万一输水尔雅吃了药 把我给A死了的话 我还是下不了台 是吧 前面虽然说 我是非常的得瑟 但实际上呢 我们是在 精神上 是要高于一切 但是从实际行动上呢 我们一定要谦虚 要做到低调 我们要发挥好自己 才能赢得任何一个比赛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那种嘛 将我现在不是在W1组那个神超爷 那个分队嘛 然后一直给那些年轻人说 从战术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不能轻视任何一个对手 从一个心态的角度来说 人家打得比我们好 我们就一定要放低一个心态 我们赢了对方 再说我们比人家打得漂亮是吧 我们不能在赛前就太高估自己了 其实打比赛也是我作为一个W1的UD选手的话 不管面对任何人我都想着 只要能为团队多打一分我就值了 好 本场的一个ROTK比赛呢 就给大家介绍这 希望大家喜欢 在下期这个比赛里面呢 我们依旧是对着一个Sheria Sheria第二把的话 不知道会用什么特质的一个战术 跟我来对抗一下 毕竟他身边还有他的一个机友Lucifer呢 好 在结束中之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一个淘宝店 吃货特点 淘宝店看我等着同学们欢迎 那个光临是吧 我跟小卫这个鞋店呢 现在是全场买两 那个买两双全国包邮 也是非常的超值 非常的划算的 而且我们那个鞋店里的鞋呢 品质都是一流的 肯定是过关的 好 广告就打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同学们 拜拜